第九章是讲什么呢 讲转动 我们前面讲的都是移动 移动 一维运动 或者是二维运动 或者三维运动 现在我们讲的是转动 rotational motion 那么转动运动 首先我们介绍钢体 钢体就是说这个物体的外形 保持一个一定的形状 就是钢体 它胜利的话也许形状会稍微改变 但是外力一旦撤走以后 它又会恢复原来的形状 这就是钢体 它的运动状态有两种基本的形式 一个就是移动 移动运动 叫translational motion 像这个方块 比如说这一个三加板做的东西 你往这边移 为什么叫移动呢 就是说从这个角落到这个角 这个角到这个角 跟这个角到这个角 跟这个角到这个角 它的轨迹都是平行的 这是置心到置心 平行的 那么我们就称为这种运动叫做移动 还有一种运动呢 就是像这个样子的 这一点移到这里来 转到这里来 这一点转到这里来 它是一种转动 以这个为原心 它这么转过来 所以它是在这个地方转的 这个叫做rotational motion 叫转动 那么绕固定轴转动的方体 一个物体绕固定轴转动的时候 它这种转动运动 跟一个物体做直线运动 有许多类似之处 比如说直线运动的物体 有位置 位移 速度 加速度等物理量 对不对 我们都讲过 绕固定轴转动的钢体呢 它有所谓的脚位置 angular position 脚位移 脚速度 跟脚加速等等的物理量 所以两个非常的类似 非常类似 那么我们底下就是用这种类似 我们把它的类似的状况 了解了以后 我们很快的把它的运动的方程式写出来 我们不像以前讲一维的时候 那么仔细去讲它了 首先我们要讲转动 转动就跟脚有关系了 脚度 那么我们一个 脚 脚度我们是怎么定它呢 我们有两个常用的单位 一个就是说 一个就是说 我们画一个圆 圆形的 画一个圆圈 这是圆形 这个是它的半径 如果半径跟这个半径之间夹着C它脚 那从这一端到这一端的这个弧长是S的话 于是我们就定义这个脚啊 它可以用这个来表示 弧长被半径来除 弧长被半径来除 如果弧长正好等于半径 就这个弧长跟半径的大小一样的话 那么这个角度我们就称它叫做一个弧度 说一个rading 说一个rading 按照这样子的一个规定 这个叫做死边 这个叫做中边 我们死边画到中边 画那么一圈又回来了 开始的一边就是末雅的一边 那么它夹的脚是多大的 因为它从这里绕一圈又回来 它的S就是二拍R 因此这个说 θ等于S over R 就得二拍弧度 所以一个圆形的周边 你如果从这里 就是说当中一点 它的圆周角 就是说绕一圈这个角度 是二拍弧度 二拍弧度 另外还有一种 就是用度来表示 我们把这个圆群分成 360个等分 你猜这两个死边跟中边 加多少等分 它就是多少度 比如说60个等分 就是60度等等 那么这个是用度来表示 所以整个圆周角是几度 360度 360度 整个圆周角是二拍一个 rading弧度 二拍弧度 那于是我们就得到 二拍弧度就是360度 那拍弧度就等于180度 这个是角度的一个定义 那么你们在高中应该都学过 我们是做一个复习而已 现在我们看转动的物体 假定有一个三甲板做的一个扁扁的东西 像这个样子的 我们在这个地方 比如说定一枚钉子 比如说定一枚钉子 把它定在这个墙上面 那这个三甲板就不能随便跑 它只能做什么运动呢 绕着这个点 做逆时针方向旋转 或者是做顺时针方向的旋转 所以它现在的运动就是转动 要不然就是逆时针方向 要不然就是顺时针方向 那么这个就好像我们移动 因为运动一样 你不是在X的正方向 就是在X的负方向等等 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一点的这个坐标 我们用什么来表示呢 我们用所谓的极坐标来表示 我们以这一点作为圆点 P点到它的这个距离叫做R 还有它跟这个轴 我们以这个轴为X轴 作为这个基准 你与X轴的夹角 θ 你离它是多远 然后跟X头夹多少脚 你就知道它位置在哪里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来表示 它的脚位置 那这个里头的θ呢 我们用的是弧度来表示 通常是弧度 我们有了position position有改变的话呢 那么它将来就会有所谓的角速度 那么我们先看脚位移 这个是基准线 X轴 在T1鸟的时候 它的距离是R 那么角度是θ1 在T2这个时候 还是R 我这个画的可能不太好 这两个应该是一样长 R 它的角度呢 是多少 θ2 于是它就在T1跟T2之间 它就有一个Δθ的改变 Δθ就在Z2-Δθ1 有这么大的一个角位置的改变 那么这个改变 我们就称它叫做角位移 Angular Displacement OK 好 现在我们再来看 平均角速度 如果这个物体 它在 就是说这块板 这块板 我们还是看P点 在T1的时候 它有一个Omega1 应该是 我们先看这个好了 看这个 T1的时候是Δθ1 T2的时候是Δθ2 于是 我们就说 它的角位移 是Δθ2-Δθ1 它经过的时刻 时间呢 是T2-Δθ1 那这个就是Δθ 它就是角位移 那这个呢 就是它经过的时间 这个一除的话 就等于 平均角速度 就好像我们以前讲直线运动 Δx overΔt 那是磁线运动的平均速度 那它这个是角速度 它的单位是每秒 多少弧度 OK 顺时角速度 就看这个 这一点 在T1的时候 它有个Omega1 T2的时候 不是 这个是看下速度 这个等一等 好 我们看这个 如果这个时间 无限的趋近于零 Δθ也无限的趋近于零 于是这个就变成什么 Δθ over dt 就是角位置的时间变化率 这个就称为它的顺时角速度 就跟以前我们这个直线运动 Δx over dt 或者是三维的运动 Δr over dt 是一样的 单位呢 仍然是 Rhythm per second 平均角速度 刚刚那个图 应该放到这里来 T1的时候 它是在 它有个 P点 它的角速度是Omega1 T2的时候 角速度是Omega2 那这个就是 角速度的改变 这个是 时间的改变 这个一图就等于 平均角加速度 就好像以前我们讲的 ΔV over ΔT 就是等于 A average 一样 这是Alpha Average 好 顺时角速度呢 就是把这个值 Take a limit Take a limit 它就等于 D Omega over dt 这就是 D Omega over dt Omega又等于 D Theta over dt 所以就可以变成 D平方 Theta over dt 单位是 每秒每秒 每秒 多少 如果Omega 它不是时间的函数 是位置的函数 那么Alpha 顺时角速度 我们可以 还是低 Omega over dt 但是因为 但是因为这个 这个是 OK 我们现在把这个 这是Alpha OK 这是Alpha Alpha呢 这个值值是什么 是当Omega 是时间的函数 我们是写 D平方 Theta over dt D平方 我们这个 这个写错了 这个是D平方 Theta over dt 平方 如果是 Omega是 Theta的函数的话 这个应该是等于 D Omega over D Theta 再称D Theta Over dt 所以它就是等于什么 等于 它就等于 Omega 乘上 D Omega over dt 我下次再把这个改正 那这个就是 如果它是 这个是跟这个一样 所以我这个 写错了 这应该是Omega D Omega over dt 才对 我下次把这个更正 然后这个呢 意思就是说 我们前面讲的 A 我们前面讲的 这个不好倒回去 脚位移 或者是脚速度 或者脚加速度 这个量啊 与 指点的位置 没有什么关系 就说 与指点的这个 它 就说 它这个量呢 我把它 回到前面去好了 你看 这个Omega 等于 D Theta over dt 它只跟Theta有关 只跟Theta有关 所以你这个位置 在哪里 都没有关系了 你这个 比如说一个物体 这个点 转到这个地方来 T1在这里 T2在这里 那其他的点呢 你这个点 转了一个Theta 1的角度 其他点也转 Theta over the角度 你这个点 转Theta over the角度 其他的点也转 Theta over the角度 那就是说 你一个钢体里面呢 不管你是哪一个 质点 不管你是哪一个 质点 OK 那么 它的这个 不管哪一个 质点 它的这个 D Theta Omega 跟Alpha 都是一样的 就一个 一个物体里头 可以分成 好多个质点 你这个质点 走了60度 其他质点 要走60度 因为它是钢体 你不能说 它走60度 其他走30度 那么Omega 也是 这一点 它一秒 它 比如说 一分钟转一圈 其他的也是 一分钟转一圈 Alpha也是 你越转越快 每秒增加 每秒多少弧度 其他点也是一样 跟它的位置 没有关系 那么这个量呢 我们就称它 叫做转动量 它的单 它现在 这个 我们当做 是一个向量 这个向量 用什么方式来表示呢 用右手 螺旋定折 比如说 你这个角度 是这样子转 θ是这么转 那我们说 你这个 Δθ就是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就表示 你Δθ是这么转 你Omega 是这么转 比如说这么转 那我就这么比 Omega 是这个方向 就表示这么转 如果Omega 是这个方向呢 就表示物体 是这样子转 如果Alpha 这个方向 就表示这个物体 是向这个方向 每秒 增加每秒 多少 弧度 这个方向 就是朝这个方向 增加 它的角度 每秒增加 每秒多少 弧度 那么我们用的是 这个右手 的螺旋定折 决定 好 我们今天就先 讲到这里 上一番 我们讲到 这个地方的时候 发现有错误 就是说 顺时角 加速度 它是等于 D Omega over DT 但是当 Omega 是角位 以角位置的 函数的时候 因为Omega 里头只有 Theta 没有T 它不能 对T来 为分 所以在 维基分里头呢 我们就要先 把D Omega 对Theta 来为分 然后再把Theta 对T来为分 于是就得这个 这个不就是 就是我们在直线运动 里面讲的 A 加速度 等于X 乘上DX over 乘上V 乘上DV over DX 跟那个很类似 对不对 好 以上我们所讲的 这些 Theta Omega Alpha 就是说一个物体 它转动的 它的位置 还有它的 角速度 跟它的 角加速度 跟这个物体中 哪一个 直点 没有关系 所有的直点 都一样 因为你一个 直点 如果转了 Theta 角 每一个 直点都转 一个Theta 角 一个直点的 速度变快了 每一个 直点的速度 都变快了 所以呢 它跟位置 没有关系的 好 那么 B Theta B Theta 就是 脚位移 Omega 角速度 Alpha 这个是 脚加速度 它都是向量 是向量 向量 我们本来 应该在这个 上面加一个 箭头 但是因为 转动里面 在我们现在 讲的这个 转动里面 它不是 逆时针 方向旋转 就是 反 就是顺时针 方向旋转 所以呢 我们就用正 负号来表示 就好了 通常呢 我们习惯的用法 是 逆时针 方向 算是正的 方向 顺时针 方向 算是负的 方向 那么 这个就是 右手 的螺旋定则 你把右手伸出来 四个手指头 握紧 那大拇指 伸出来 那么 小指头 弯曲的方向 就是旋转的方向 那么你大拇指 就代表 这个量 它的方向 像Omega 它这么转 那么Omega 向量 就是朝 这个方向 这个是 补充一下 好 那么我们前面 所讲的转动 就是说 你知道 一个物体的 位置跟时间的关系 你可以去Omega Omega就等于什么 D Theta over D T 如果 你知道 Omega跟T的关系 Alpha就等于 D Omega over D T OK 好 那么 我们现在 反过来 如果我知道 Alpha的话 那我可以 我要求它的Omega 那么就是 两边都乘D T 以后积分 就得到了 那么如果 我知道Theta 跟T的关系 我要求Omega 也是 这两边都乘D T 就得出来了 那这个 这个 就说 如果 Omega 是Theta的函数 如果是Theta的函数 我们就要用 这样的一个字 这个应该是 等于 Omega D Omega Over D Theta Omega 乘上D Omega Over D Theta 然后积分 就变成 这个 你看这一套 就跟什么一样呢 我们 讲的直线运动 那一套 完全类似 完全类似 假如 脚加速度 是一个常速的话 这是一个特例了 脚加速度 如果是常速的话 我们可以跟 一维运动一样的 我们把这个 Alpha等于常速 带进去 我们可以得 再把这个 再把这个 起初条件 带进去 我们可以得到 这三个方程式 以前我们是用X 等于X0 加上V0T 加二分之一 AT平方 现在就是把 X变成Theta V 就是变成Omega A就变成Alpha 我们就有 这三个式子 OK 因为它非常类似 我们就不花时间 去再讲这个了 好 现在我们很快地 来举一个例子 如果有一个旋转物体 它做的是 等加速运动 加速度是两个 每秒每秒 弧度 T等于0的时候 位置在这里 Theta等于0 角速度是 每秒四个Radiance 求第三秒物体的 角位置跟角速度 那这个显然就是什么 是运动学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很容易解 而且它等加速 这个加速度是一个等加速 所以我们 等角加速 所以我们就可以用 等角加速度的 这个关系 要求位置 跟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把这个式子 写出来 然后呢 把T等于第三秒 三秒带进去 Theta0是0 Omega0是四个Radiance per second 那么T是等于三秒 带进去 计算就等于 这么多 这么多个Radiance 这么多弧度 因为每二分次拍弧度 就是一转 一转 One turn 一转 所以呢 21个Radiance 相当于3.34转 B 要求这个角速度 跟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带入这个公式 那么把这些值都带进去 我们就可以得到 这个角加速度的值 好 现在我们要介绍 因为前面所讲的是 转动的运动学 它跟一维运动啊 非常非常的类似 所以我们就不再花时间去 再介绍一遍 因为内容几乎都雷同 好 现在我们说 我们前面讲的 Delta Theta Omega Alpha的量 这些量 它是跟位置无关 我刚刚提到过 但是呢 在转动物体里面 有一些量啊 比如说 它指点的速度 指点的切线加速度 指点的法线加速度 这个呢 跟位置有关 跟位置里面的R有关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是一个物体 当它这样子旋转的时候啊 那这个P点呢 它就绕一个圆圈在转 对不对 P点距离O的距离是R 那么这个时候啊 我们就知道 这个速度 P点的速度呢 是在DS DS就是这个弧长 它 弧长 被时间来处 就是它的 这个 其实是 平均速度是这样子啊 我们这是顺时速度 顺时速度 就是说 它的 在这一点的位置 这一点的位置 被DT来处 那么这个小小的位置 DS等于什么呢 等于RDθ 于是我们就把这个Dθ被DT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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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ΔT来为分 就变成R Omega 所以这个速度啊 是指 这一点的切线速度 跟什么有关呢 跟R有关 因为Omega 是每一点都一样的 但是R呢 每一点都不一样 你这一点 跟这一点 R就不一样 所以说你位置不同 R的 R的位置不同 那么它速度呢 就不一样 顺时速度就不一样 尽管它的角速度 都一样啊 你这一点 跟这一点的角速度啊 通通一样 但是这一点 跟这一点 它的切线速度 大小不一样 好 那么 我们现在看一个物体 这个物体 它在这个地方旋转的时候啊 旋转的时候 因为它是做曲线运动 所以它的加速度呢 有切线分量 跟法线分量 有切线分量 跟法线分量 切线分量在这里 法线分量在这里 好 那么我们现在说 加速度的切线分量 AT 我们知道 切线分量的加速度啊 专门是管什么呢 管速度大小的时间变化率 就是Db over dt 而V呢 而V呢 又等于R omega 那我们把这个R omega带入以后为分呢 它就R R 因为它 这一点呢 它的R是都保持定值了 R拿出来 就变成R alpha 所以任意一点 距离O是R的位置的话呢 它的切线加速度是R alpha 而这个alpha跟你在哪一点没有关系 有关系的是什么 是R 因此 AT呢 跟R有关 也就是跟位置里面的R有关 那么 法线分量也是一样 法线分量是等于这个 我们前面讲过 而V呢 是等于R omega 你把这个平方以后 这一除R平方 距离到一个 这边是R omega平方 法线加速度 等于这个 那么Omega呢 是跟每一点都无关 跟哪一点都无关 有关的就是R R值 你这个 你要看的点 位置不同 R就不同 那么它的A N就不同 因此我们要记得 它 Δ Theta Omega Alpha 这些量 在同一个物体里面 它跟这个物体里 哪一个位置的值点没有关系 但是 指点的切线速度 指点的法线加速度 跟切线加速度 通通跟位置有关 这要记住 OK 好 现在我们要讲 转动的动力学 转动的动力学 就是说你给它一个TALK以后 给它一个力矩 那么 这个力矩会产生效应 这个效应是什么 我们看看这个物体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 好多好多个值点 M1 M2 M3 M4等等 这个是某一点 MI 它对于转轴 O的距离是RI RI 那么它如果受一个力 这个力就是它的 内力跟外力的合力 Resortant force 就是合力 那么我们就知道 这一点 它所受的外力矩 就是RI cross FI 这是定义 力矩的定义 RI cross FI 你右手拿出来 RI cross FI 那么我们把这个 F呢 用MI A带进去 A加速度 加速度又可以分成 这两个分量 这两个分量 那么现在我们说 RI是 半径向外的方向 而AN呢 AN的方向是 朝里头的方向 所以这两个 在夹角是几度 180度 因子 因此 R cross AN 就得R的大小 乘AN的大小 乘 sin 180度 就是零 那么只剩下这一项 只剩下这一项 MIRI cross AT 那么AT呢 是在这个方向 那么我们可以把 这个保留 AT呢 就写成 方向 在乘上 AT的大小是 R α RI α 那么这两个一cross RI cross 这个 RI它的方向呢 是 半径向外了 AT的方向呢 它是这个方向 所以就90度 90度 所以它就等于MRI 乘上 R α 就变成MIR Ri 平方 α 然后它们夹90度 再乘一个 sin 90度 就等于1 那么就是 所以 Tot I 就是等于这个 这个是什么 第I个指点的向量 那这个方向朝哪里呢 你可以用这个 右手定着 手伸下 RI 再往FI的方向 弯曲 它是出指面的 这是从指面里头出来的 好 这是单一指点 但是这一个物体 它有N的指点 无数个指点 那么 它的TOK 因为方向都是出指面 都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它同方向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直接加起来 它就等于什么呢 每一个指点 I都一样 不一样的是什么 质量不一样 它的位置不一样 所以我们的Summation 这个符号 就是作用在这里 这就等于 N个指点加起来 I都一样 α一样都提出来 这个不一样 那这个呢 我们就令Sigma MI RI平方 叫做I 令它等于I 那么这个呢 这个量 我们就称为 这个物体的 转动 贯量 Moment of Inertia Moment of Inertia 好 这个式子的物理意义 就说这个式子的物理意义 就跟牛顿运动定律 很类似 他说如果一个物体受 外力局 合力局是等于这个的话 那么这个物体的运动状态 一定会改变 转动一定会改变 转动运动 那么这个就是代表它的脚加速度 就是说这个其实是等于D Omega over DT D Omega over DT 所以说钢体 钢体就是一个形状固定的一个物体 受到总力局作用的时候 转动运动会产生改变 因为有脚加速度 它的运动状态就会改变 它可能越来越快 可能越来越慢 可能由不动 开始转动等等 那看这两个式子完全很类似 这是我们前面讲的牛顿第二运动定律 这移动的一个 一个动力学 那这个是转动的动力学 那么因此我们看这个类似在哪里呢 那么力 移动的时候 物体受的力是它的因 那么转动的时候 它的力局是它的因 那么于是 这个物体 移动的物体 它有一个本质 就是质量 质量越大的物体 你要产生同样的加速度 你用的力要越大 那么转动物体也有一个本质 这个就是它的转动惯量 所以转动惯量 类似于 我们移动的时候 质量 质量 那么脚加速度呢 当然就类似于 加速度 好 现在我们来看这个转动惯量 一定要会算 我们看这里有四个物体 M1 M2 M3 M4 四个直点 它绕这个轴 在转动 那这个是它们的 M1对轴的垂直距离 M2是M2对它的垂直距离 等等 那么我们要求 这个系统 有四个直点 对这个转轴的转动惯量是多少 总转动惯量 那我们就把这个式子带进去 这个I等于1的时候 M1 R R1 平方 I等于2的时候 M2 R2 平方 等等 一共有四个吧 就是这么 这个就是它的 总的 转动惯量 如果我们有一个系统 它不是由直点构成的 它的质量是分 是连续分布的 像这个物体 它的质量是连续分布的 那我们要求它的这个 总转动惯量怎么办呢 你不能说我把它分成无穷多个直点 然后全部加起来无穷多项 那这个怎么加 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到微积分的概念 就是说 假定这个物体的质量是R 这个R不一定是均匀的 不一定了 它跟位置有关 那我们把这个物体把它切割成无限多个小小的体积 像这就是其中的一个 好 这个体积呢 我们称它叫做DV DV乘上这个地方的密度 就是这个小体积基数的质量 好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质量 这个质量基数 它对转轴的这个转动惯量 我们就转动惯量就是DI了 DI就等于R平方乘上M 就是这里的MIRI平方 就是DMRI DMR平方 好 那么这里头有多少个这样的质量呢 有无穷多个 无穷多个 每一个都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质 但是它的I R跟M可能不一样 好 那全部加起来的结果呢 维积分里头就是等于积分 积分 好 那么我们把DM 这个积分就是I 我们把DM带进来 DM是等于Rho DV Rho DV OK 那这个就变成Rho R平方DV 那因此啊 一个连续分布的质量 它的转动惯量是这个东西 这个要记住 好 现在我们举一个例子来算 比如说我们有一根L长的一根细细的棍子 细棍子 它的界面积S很小 好 那现在我们有一个轴 A轴 A轴垂直于这个细棍子 距离这一端是H H元 如果这个细棍对这个轴转动的时候 它的转动惯量是什么 那现在怎么求 你看这个是什么 质量连续分布的物体 所以我们要用的就是 我们就是把这个物体啊 分成无限多个小小的质量 这是其中的一个DM DM在哪里呢 它距离这个轴是R远 那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取一段小小的长度 叫DR DR 这叫DR DR乘上这个界面积 就是等于这一段的体积 DV DV乘上Row 就等于DM 那么我们把这个式子 分子分母都同成一个L 以后 那么Row 就是说界面积 乘上总长度 就是总体积 总体积乘上Row呢 它就是总质量 我们假定这个物体啊 它是均匀的物体 密度都一样 于是这个值啊 就可以变成这样子 这就变成质量了 变成质量 这是DM啊 好 那么Di呢 对这一点转动的时候 它的Di就得R平方DM R平方DM 那么R平方 在这里 R平方会改变 DM呢 是M over L DR M over L 是常数 我们提出来 里头就留一个DR 那DR R平方 R平方 R的积分就等于三分之一R三次方 那我们把这个上下线 那我们把这个上下线带进去 它就变成这个 这个你们自己回去要做一下 做一下 那么我们把这个留在这里 先不化解 我们现在看 两个特别的点 转轴的位置 特别位置 一个就是 转轴的 转轴 在这个棍子的一端 如果在这里 如果这个位置在这里的话呢 它跟这个地方的位置 H就是零了 对不对 这个时候H就是零了 H给零带进去 它就变成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L 这是平方 这个写错了 三分之一 M乘L平方 因为这是零 L三次方跟这个L约到一个 应该是平方 OK 这个稍微改一下 那么如果 这个轴是最中间的话 中间 中间的话呢 它距离这一端就是二分之L H等于二分之L 你把二分之L带到这个里头来 带到这里来 画一画的话 它可以变成什么 十二分之一 一个ML平方 这是平方 这是平方 所以我们看到同样一个物体 它转轴 绕着转轴不一样的时候 它的转动惯量就不同 所以一个物体 你说它的转动惯量是多少 那你要问 它对哪一个转轴转动 转轴不一样 转动惯量就不一样了 好 这个结果就显示 一个物体到不同的转轴运动时 它有不同的转动惯量 好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物体 比如说这是一个 均匀的空心圆柱体 均匀的 就是说它这个 这是空心的 这是空心的 这个是它的外半径 这里到这里 这个是它的内半径 R1 当中是空的 它对这个轴 中心的轴转动的时候 它的转动惯量等于多少 那我们怎么转 还是一样 我们把这个物体 我们取它的质量激素 质量激素 我们用这个 I等于R平方DM 这个是连续分布的物体 它的转动惯量 好 现在你要取DM DM取在哪里呢 我们说 好 我就在这个R 距离R远的地方 R远的地方 我画一个圆圈 画一个圆圈 然后乘上这个高度 那就等于这个面积 然后我再乘一个厚度 这厚度很短 很小很小才可以 长度乘厚度 就等于它的体积 体积激素 乘一个DR DR就是从这里 到这里 DR 所以DV就等于 DV等于什么 等于这个2πR 就是这一圈 乘上这个H 就是这个 这一圈的这个 面积 再乘上DR厚度 这就是它的体积 所以它的DM呢 就等于R乘DV 就等于R乘上 这一下 好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 带到I里头去 这个带进去 那么我们把常数都拿出来 R会变就留在里头 这个 带到这个里头来的话呢 R就有三次方DR了 这R三次方DR 积分就等于四分之一 R的四次方 这个一约分就变成这个 然后上下线带进去 就是R2四次方 减到R1四次方 这个就是这个 积出来的I是这样 可是我们现在把这个物体的质量带进去 这个物体的质量等于什么 等于密度 乘上这个体积 从内半径到外半径 这一段 这个面 这个面等于多少 PiR2平方 减到PiR1的平方 PiR1平方 就等于这个面 这乘上高度 乘上高度 那就是等于 它的体积了 体积乘力度就等于质量 我们把这个带进去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空心圆柱体的转动贯量 算出来 它就等于二分之一 M R2平方 加上M 加上R1的平方 这个不要 不一定要去记 我们等于等会把这个表列出来 我们要用到这个物体 就是说 空心圆柱体 绕着中心轴转动的时候 它的转动贯量就等于这个 好 我们现在 假定说这个 这个 R1等于0 就是说 这个不是空心的 整个是实心的 R2就是R 就实心圆柱体的转动贯量 你就把这个R1跟R 带到这个里头来 那这个是0 这个是R 所以它就二分之一 MR平方 实心圆柱体的转动贯量为 二分之一MR平方 这个我们用的很多 这个你用多了 你自然就记住了 还有 如果它不是实心的 它只是一个圆柱壳 只有这个 里头都没有质量 只有这个R2 那么 就是说 它R1 也等于R2 就是一个薄薄 很薄很薄的一个壳的时候 这就是圆柱壳 好 等于R 带到这个里头去 那它就变成I 因为这是两倍的R平方了 这都是R 这也是R平方 这也是R平方 持圆柱壳 一个空心的圆柱壳 它的转动贯量就等于MR平方 像这个一系列 你看我们做出来了 如果是一个球体的话 这是一个实心球 它绕它的直径转动 绕它的一个直径转动的话 它的转动贯量是什么呢 那这时候我们要应用 还是应用这个 I等于R乘Dm的积分 那这R呢 那这Dm我们要怎么取 Dm我们就在这个地方 距离这个X圆 X圆 我们取一个长度 其实这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圆 就是说这个地方 你把它切一下的话 这就是一块薄片 圆的薄片 层上厚度 层上厚度DX 就等于这个薄片的体积了 那你要乘这个长度 可是这个长度 你看这不一样 对不对 这里跟这里不一样 那是因为这个太厚的关系 如果很薄很薄很薄的话 这面无限的接近于它的话 那就是好像一个 两个薄片一样大 乘上DX 就是它中间的这个体积 好 所以圆盘的体积 就等于什么呢 等于πR平方 等于这个 πR平方就等于这个 这个圆盘的面积 层上厚度 层上厚度 那么R呢 这个R 这个R 我们看这个值叫三角形 R是等于大R平方 减到X平方 开根号 所以把这个带进来 DV就是这个 DM是等于R乘DV 那么就是 把R乘进来就好了 那么DI 就等于2分之1个 DI DI就是 这个 好像一个圆柱体一样 就整个薄片的 这个 EX后的薄片 我们前面说过 好像一个圆柱体 实际的圆柱体 它的转动观点 就是2分之1 MR平方 M 现在它的M就是DM 这是利用前面 我们求出来的 然后把这DM带进来 就变成这样子 然后这个I积分 积分 那积分这以后啊 因为这个积分呢 我们可以把它看成 只有一半的积分 但是成两倍 一半的积分的话 你积R的话 积这个X的话呢 我积X的话 就是说 我们不是一半 是这一半 因为这一半跟这一半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积一半就好 积一半成两倍 X的积 积这边一半的积分 两倍就好 那它的变数是X 因为它已经化成这个样子了 所以这个是个常数啊 那积分积出来就等于这个 那么我们再把 这个球体的质量 它等于三分之四 π二三方 等于它的体积 乘上它的密度 M等于这个 把这个带到这个里头来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I呢 求出来是等于五分之二 MR平方 五分之二 质量 乘上R 大R的平方 这个我们以后也用的很多 好 像这个我讲的这么快啊 你不可能马上你就会 你回去要好好的自己 把它做一做 我自己把它做一做 OK 好 那么我们常用的物体 我们会列一个表 比如说这个 很稀长的棍子 从中间转动的时候 它的转动光量是这么大 如果是一个薄片 长方形的薄片 这边是A宽 这边是B长 那么对这个中间这个转转动的时候 是十二分之一个MA平方加B平方 好 像这些 每一本书它都有 你们可以去把这个 做题目的时候 看看是什么样的形状 然后你就找出来 这个图找出来 它的转动光量是什么东西 OK 但是有的书它不是列这个转动光量 它是列这个物体的回转半径 什么叫回转半径呢 Radius of generation 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说 如果我们有一个物体是这个样子的 物体是这样 它绕这个转转动的时候 我们说 好 这个时候它的转动光量 就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所有的质量集中在某一点 这一点跟转轴的距离是k 就是这个值点的转动光量 这个值点的转动光量 就是m乘k平方 所以说 一个物体 它的转动光量 你可以找一个点 这个点距离转轴是k远 然后把所有的质量都集中在这一点的时候 这个值点的转动光量 就是这个转动光量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k值就叫做回转半径 你不能随便乱摆 只能够距离k的时候才可以 这个才等于它的转动光量 所以说 mk平方等于i 那么这个时候k转动半径 回转半径就等于根号i over m 所以以后 比如说 我们找一个物体 如果题目告诉你 这个物体 它的回转半径是k 回转半径是k 你不要看到有radio就以为是半径了 radio of generation 回转半径如果是k的话 它的质量是m 那么它的i就是等于质量 乘上k平方 k乘k平方 比如说转动光量是五分之二mr平方 这个是实性的求底对直径的转动光量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当做 它的我们求它的回转半径 回转半径就是等于这个 转动光量被质量来除开根号 根号五分之二r平r 所以有的书上 你去查 实性求底的转动光量 它用转动光量表示的话 转动光量就是这个 但有的书上告诉你是什么 实性求底 它的回转半径是这个 那也没关系 告诉你这个的话 那你只要知道它的质量 那质量乘上这个平方 就是i 我们举个例子 那这是任意的一个物体 它对这个转转动 如果告诉你 它的回转半径是k 它的质量是m 那么这个物体 对于这个转转动的时候呢 它的转动光量就是m 乘上k平方 k平方 这个是 现在我们来做题目 我们用动力学跟运动学来做题目 比如说这里有一个圆盘 当作是一个 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个圆柱体 要注意它 你要看它 题目告诉你它是什么 假如它是一个圆柱体 半径是r 绕这个轴转动的时候 那么它的旁边呢 边缘 缠绕着一个很长很长的细线 细线的一端呢 就细着一个质量为m的物体 那么你用手拖着这个物体 然后手一放 这个物体从静止 就开始往下掉 好 现在问你 物体下降h公尺的时候 它的速度是等于多少 如果这个圆盘 转轴的摩擦力不计的话 求它下降h公尺 这个物体的速度等于多少 那这个问题我们怎么做呢 如果用运动学的话 你知道它的起初条件 起初位置在这里 速度等于0 然后呢 要求末后 对不对 要求末后的条件 下降h高 速度是多少 那你一定要知道加速度了 这时候加速度呢 它不是等于g哦 因为它有绳子系着它 那这个时候加速度是多少呢 那我们就要求了 你怎么求加速度呢 我们用动力学 用动力学求 所以我们要求动力学的话 我们首先把这个图重新画一遍 然后把这个物体跟这个物体 这当作两个关键物体 它们所受到外力的力图画出来 比如说这个物体的力图 这个物体受mg的重力 然后这个是张力 这个绳子的张力 然后它有往下的一个加速度 然后这个物体呢 它的力图 它有整个质量的mg 然后这个转轴有一个normal force 朝上 然后摩擦力没有 因为这里告诉你没有摩擦力 那么它是这样子加速 所以它的脚加速度是这个方向 好 把这个力图都画出来 注意啊 你一定要画力图 你做题目啊 运动学里头 我们整个力学里头 你题目上没有力图的话 通常人家不看你这个题目 不晓得你在说什么 力图一定要会画 我一再地跟各位讲了 你在考试的时候 我们你力图不画的话 有时候就算你零分了 再不然也是扣得很厉害 好 我们就把力图画出来 然后就按照这个力图 我们用 因为它走的是直线运动 我们就用牛顿第二运动定律 朝上的力 选到朝下的mg 要等m乘上a a是朝下 所以这是负a 然后再看这个物体 这个物体是转动 我们就用转动的动力学 它受的 我们看它对这个欧点 这个欧点 就是对它转轴 对转轴转动的时候 它的力矩 因为这两个力都经过转轴 就没有力矩了 它的力矩只有t t乘R t乘R 它现在做什么方向呢 逆时针方向 对不对 逆时针方向 alpha是正的 alpha是正的 t乘上R 等于i alpha 好 我们 这两个式子里面 t不知道 a不知道 alpha不知道 三个位置数 你不能解 但是我们发现了 这个两个式子里头的 a跟alpha 不是 这两个不是独立的 它们有关系 什么关系呢 a等于r alpha a是什么 a是这个值点的加速度 这个值点的加速度 就是它边缘的加速度 这个轮子边缘的加速度 这轮子边缘的加速度 它就等于这个边缘的切线加速度 那切线加速度就等于r alpha r alpha 好 我们用这个 还有就是说 你这个物体 这个圆盘 这个圆盘 我们假定 已经知道 它的转动惯量是 二分之一mr平方 这个是 这是假定 或者是它给你 已经知道的 圆柱体 好 那么我们从这些式子里面 你就可以解出来 我就不去解了 就可以解出 它的加速度 是等于 这个 加速度等于这个 你看 加速度就出来了 那我们从这个加速度里面就知道 这个是一个定值 因此它做的这个物体 做什么运动啊 等加速运动 所以我们就可以用等加速运动学 运动学里面的等加速运动 来求它的末后的速度 那我们就用 因为它是要求位置啊 它下降h h 远的时候 速度是多少 我们就用等加速的这个公式 起初条件 你要用运动学 起初条件列出来 加速度有了 好 我们把这个带进去 V0平方 V0平方 这是0平方 2A A就是这个 2A 2A 你看 为什么这里有一个 负号啊 为什么有个负号啊 因为它这个A 是什么 往下降的 对不对 往下降的 所以这个就用负的 因为这个也是一个 向量啊 负的 然后这个 Y呢 也是往下 掉h高 Y0是0 Y0是0 所以就等于这个值 然后V平方 等于正负的这个 那现在V要取正的 还是取负的 你不能留到这里啊 你一定要 正负有意思啊 你要取正正 还取负值啊 要取负值 为什么 因为这个物体是往下降 速度是往Y的负方向行进 所以取负值 OK 好 现在我们把 上面这个例子啊 变动一下 怎么变动呢 这是刚刚上面那个轮子 刚才是这个绳子啊 这边缘这个绳子啊 掉了一个物体 让它掉下来 现在不是 现在是我用手 以一定的力 F往下拉它 那往下拉 现在问 在拉T秒钟以后 T秒钟这个时刻 圆盘的角速度 跟这段时间的总角位移是多少 好 那这个还是一样啊 要求脚位移 脚速度 好像是运动学可以做 运动学我们看一看 它有起初条件了 现在只有这个物体 只有圆盘了 起初不转 我们就当作 我们就当作它的脚位置等于零 好 那么脚 脚加速度知不知道呢 不知道啊 所以T秒钟以后呢 它的脚速度跟这段的脚位移 你就不知道了 所以我们要求这个阿尔法 那这个阿尔法 它没告诉我们要求 用什么方法求呢 那就用动力学来求了 阿尔法是一个果嘛 知其因 你要求其果 必要从它的因来看 好 那么我们就 有这个转动动力学 Tog等于I阿尔法 照理说我们马上就写出什么 Tog等于I阿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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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现在我们看这个 你这个Tog有哪一些Tog 外力局啊 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什么 把它的外力全部画出来啊 还是在画外力 你看到没有 这个圆盘 它有重力 有 Normal force 正向力 摩擦力我们不计的话 还有一个力就是F 这个绳子 我们拉绳子这个力 能够对这一点产生的力局啊 只有这个有 F才有 这两个力 因为它是作用在转轴上面 所以没有力局 因此呢 这个力局就得F乘R F乘R F乘R是让它做逆时针方向旋转 因此阿尔法就是正的 你这个转动的方向 你要参考它往哪个方向转啊 哪个方向加速啊 OK 那么我们把这个I 我们还是假定 I是得二分之一MR平方 带进去 那么阿尔法呢 从这个 这个式子跟这个式子 你就可以解除 阿尔法是等于定值 阿尔法等于这个 我们现在把 用动力学把这个求出来了 然后我们就要用运动学 把这个小速度跟总角位移求出来 那么我们看这个是一个定值 所以他做的是等角加速运动 你看 圆盘做等角加速运动 我有没有跟各位讲过 你要用等加速运动的时候 你要证明它的加速度是等加速 对不对 你要用等角加速运动的公式 你要证明 它的角速度是等角加速 起初条件 有了 阿尔法也有了 我们就带到这个式子 是速度跟时间的关系 天 欧米加零是零嘛 阿尔法是这个嘛 乘T 这就是 在T几个 只要告诉我第几秒 我就知道欧米加是多少 好 那么再带到这个里头来 时间跟位置的关系 好 那么他就得这个 因为这两个都是零 等于这个 你告诉我第几秒 经过了几秒 我就知道C数是多少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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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